嗨啦 歡迎收看這禮拜的超認真的頻道 我們的公司因為最近AI時代的爆發 所以把許多AI系統導入很多工廠 而導入許多工廠之後 卻發現了許多問題跟許多的異狀 但在我們一查之後 發現這個問題跟這個異狀 並不是只有這個地區會發生 而是全世界正在發生 我們接下來即將面對全世界的儲存危機 就是你的東西可能會瞬間不見或消失掉 因為我們發現全世界的硬碟即將不夠用 我覺得這一集的資料 完全就是一個股票市場名燈 我說的這個硬碟不夠用 不只是許多工廠不夠用 而且手機的外面 也就是你存在那些iCloud、Google Drive 全世界的這些硬碟 它其實即將都不夠用 你可能現在覺得你的手機 隨便買就有1TB、2TB 或者是你有SSD 這個用起來應該綽綽有餘吧 但是我要告訴你一個殘酷的事實 就是遇到這個問題也不只是我們 在我們一查之下 以ITC的數據報告來說 我們的資料現在正以飛快的速度迅速的爆發 而是整個世界的硬碟都不夠用 為什麼會發現這個問題呢 想像一下 因為現在大家都想要用AI系統 導入許多的製造、工程 或者是你的手機、算圖、合成 然後顯示一些虛擬的畫面 AI這個東西在這個時代爆發 它就像是一個火力全開的超級工廠 不只是工廠跟公司 就包含你的手機 每分每秒當中 全世界都在創造幾百幾萬的黃金商品 這個黃金商品就是 AI的資料跟你所想像的那些高畫質的影像 而我們的資料中心 也就是我們的倉庫 它雖然很大 但是你可以想像一下 它的門口卻非常的小 所以當你每次去問AI很多問題的時候 不管是缺了GBT GROK 然後還是Gamera 你都會覺得它反應很慢 如果把它虛擬化來說 就因為它裡面的小功能 在搬運產品的速度其實非常慢 它的寫入速度非常的慢 所以就算你問它是一個簡單的問題 它其實都要等待好幾秒 或幾分鐘才會回答 如果我們把一樣的占地空間 把它蓋成三層樓的倉庫 把它擴展成三樓 那是不是它能夠做得更快更有效率呢 這個其實都是我們幻想出來 在硬碟裡面虛擬化的世界 但真正的世界是怎麼樣呢 你知道嗎 首先我先大概跟大家講幾個數據跟數字 然後讓大家有一點概念 讓大家知道現在的資訊量到底有多爆炸多可怕 首先回到20年前 也就是2005年的那個時候 在當時我們在用很多硬碟的時候 還會覺得卡卡的 那些古老的桌機 整顆地球 它在一年生產的資料量 它其實不到一粒B 一粒B是什麼概念呢 一粒B它等於是10億個TB 而1TB它大概能夠洗下25萬首流行的音樂跟流行歌 你們有沒有經歷那個NP3 256MB的年代 裡面可以放很多歌這樣 那個時候都是NB喔 幾MB幾MB 哇你又1GB嚇死人了 而速度快轉到15年後 也就是2020年 就是5年前的時候 你知道這個全世界一年生產的資料量有多少嗎 72粒B 也就是在這15年之間 它變成了72倍 為什麼會72倍呢 因為在2020年那個時候 開始有雲端資料夾 智慧型手機啊 大家可以有iCloud 大家已經很熟悉這些東西應該怎麼用 所以大家使用量越來越大 瞬間爆發72倍 72粒B 而接下來最誇張的是什麼 就是我們現在的AI時代啦 你三天兩頭在網路上下載一些 請幫我模擬出一個漂亮的女生在游泳池裡面 或者是幫我回信 如何回給客戶 怎麼樣比較不及扯 同時能夠達到我的目的 麻煩幫我修飾一下 你常常給這些AI資料這些系統 讓它生產出4K 8K的影片 或者是許多回應的文字 而這些圖片跟影片的畫質 也從HD變到4K變到8K 現在越來越真實了 甚至很多廣告都用AI模擬出來 你根本也沒有發現 還有IG上面有很多影片說 你看一下上面跟下面 哪一個是AI合成的圖 哪一個是真實的圖案 你已經翻遍不出來了 所以如果接下來這三年到五年 沒有什麼技術的奇異點 按照技術報告的估算 2029年你知道全世界的資料量會到多少嗎 527利弊 這是經過精算出來的 問題來了 你一定想說 告訴我這些數字 有什麼用對不對 我跟你講 股市民根就是我 首先 你如果有工廠的概念 你會知道工廠能夠生產什麼東西 市場需求什麼東西 如果你按照2029年 然後有這麼大的市場需求的話 你知道現在一年 全世界總共只能生產出多少的硬碟嗎 經過我跟業界許多高端人士 還有許多工廠的確認 全世界目前整顆地球 基本上沒有什麼黑市的市場 你只能生產出2利弊的儲存容量 也就是2利弊的硬碟 但是現在 我們一年會產生出多少的新資料呢 也就是30利弊 你現在知道誰生意很好 或者是你會不會覺得 為什麼你的資料會突然不見了呢 一路 而這個數字告訴我們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呢 也就是說如果你家 只有可以儲存2桶樂高積木的桶子 但是你家的樂高玩具呢 如果放到桶子裡面 其實要裝30桶 但是你家只有2桶 那剩下的28桶放在哪裡呢 全都是地上的暗器 但我們這集講到硬碟的時候 其實我們頻道有很多觀眾 都非常的專業 大家對於硬碟 其實都有很多的想法 跟很多的見解 但相對的也有很多人不瞭解 什麼是硬碟 硬碟到底有分成哪幾種 所以在這個時候跟大家科普一下 當你到硬碟的時候 你就會想到SOD SSD啊 是SSD啊 SOD也是需要放在硬碟裡 現在時下正流行 大家都會去買SSD 就連我們公司過檔案 拍攝完之後馬上儲存也是會用SSD 因為SSD非常快 體積小 好事多都有在特價 所以你都會覺得 現在大家流行的應該是SSD 但其實你知道嗎 真正數據上 你常使用的那些雲端啊 像Google Drive啊 像Netflix啊 它們其實90% 它們用的都是傳統的 Classic的 傳統式的機械硬碟 HDD 而不是大家目前流行的 固態硬碟 SSD 欸想不到吧 人知識喔 你以為他都被淘汰了 沒有喔 這個時候外面的同事趕快打開手機 找哪一間公司在做 HDD 而到底為什麼這些科技巨頭們 就是這些很大的品牌們 他們都還在這種用 使用這種傳統的老東西呢 就像是為什麼有錢人 他們都戴機械表 這完全不是同一件事 我短暫的解說 讓一般的觀眾來比較一下 HDD跟SSD到底有什麼差別 我們分成速度跟兩個容量去做比較 SSD呢 它就像是個超跑一樣 它用晶片的方式寫入資料 速度非常的快 延遲非常的低 AI要運算東西 或者是你玩遊戲 迅速載入地圖的話 那SSD肯定是第一名 而HDD呢 它就像是一個長龍海運一樣 一艘大貨輪啦 它需要轉動碟片 慢慢的找到資料 這個速度不算快 所以這個時候 你知道勝負了 我們就可以來比較容量 在容量上面呢 SSD呢 它的容量比較小 很像是你買一個豪華小套房一樣 就是非常的舒適 該有的什麼都有 但是限量而且很貴 空間雖然有限 但是你要轉手非常的快 可能現在現代力應該會完蛋 我在講 掉底啊 而HDD呢 就像是超級大倉庫 我剛剛說的長龍海運一樣 基本上這個地球上的所有的運輸 到現在為什麼還是海運 就是因為容量很大 啊雖然很慢 但是比較穩 啊東西要不見 很難 要嘛就在大海上 所以一般人使用家庭式的電腦 然後使用筆記器電腦 或者是你到一些許多3C賣場裡面 坊間會有很多硬碟類的比較 但是技術報告寫的 跟業務嘴比起來的話 我個人是比較相信技術報告多一點 所以這個時候效率跟使用方法 你比較出來了之後 最後台灣人最重要的是什麼 價錢 應該全世界啦 大家都很在意 這個基本上就是硬碟的絕對勝利啦 相對於那些要儲存10PB 或者是幾百EB的公司 或大型企業來說 企業級的機械硬碟HDD 會比固態硬碟的SSD 還要便宜的6倍 所以其實 最近我們的公司發現 跟我的其他的公司 在服務很多企業的時候就發現 這AI的大時代裡面 你反而HDD它會更重要 當你要丟給它很多數據運算的時候 或是保存你那些硬碟的時候 反而HDD在成本上 或者是在經濟效應上 居然傳統式的硬碟 卻是這個整個地球上 真正的資料供應鏈 想不到 但是還是一樣一句 不夠用 另外要跟你講一個很重要的資訊 不管你是有在做短影音啊 拍資料啊 或是紀錄你家小朋友的成長啊 甚至你在紀錄一些SOD內容的人 如果你是要把你的這些珍貴的寶貴資料 長期的儲存 你沒有要沒事去開它的話 那你千萬不要放在SSD裡面 因為它有很可能會消失不見喔 為什麼呢 你真的很想知道嗎 大家通常都講結論 就是你不要記得SSD兩個禮拜可能會消失喔 你要記得要放傳統硬碟喔 如果你真的很想知道 如果你真的很想知道 那我就告訴你 這個原理上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我們不上理工課 我用一個大家都能夠想像的到的形容詞 形容給大家看 很像喔 你有一個書櫃 傳統式的HDD呢 它寫入方式就不太一樣 它是把那本書抽出來 重新改寫那本書 再把它放進去 所以它會比較慢 因為它作用的方式其實不太一樣 SSD的寫入方式呢 它不能只改寫一本書 它像是一個區塊的概念 它必須要把整排書架的書 全部搬下來 然後把這些有用的書 另外存到一個新的書架上面 然後你再回去把舊的書架 全部都清空 那才能夠再使用 這整個過程呢 就很像是一個垃圾回收的概念 也就是我們常說的GC 所以問題來了 如果今天你要改寫一個SSD裡面的管理員 其中一個字 你可能呢 只會需要用到1MB 但是呢你最後整理完之後 它會變成2MB、3MB的消耗量 如果你每天在家裡面 清空你的整個書架 再把它搬回去 清空你的整個書架 再把它搬去 一下弄舊的一下弄新的 那你的壽命會不會減短 沒錯 所以SSD它的壽命 相對來說比較短 這些呢都跟你搬家的次數一樣 就是你搬越多家 你人真的錯 就會越來越短了 雖然我們公司到現在 還是喜歡用SSD的固態硬體去過檔 但是呢它的工作運作方式就是這個樣子 但是SSD裡面有沒有比較好的呢 其實是有的 SSD喔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一個橡皮筋一樣 每次你存資料的時候呢 就把它拉開 記住一個狀態 每次存資料的時候 再把它拉開 但是你也知道橡皮筋會有疲勞 會斷掉 所以你就想說 那我就買貴一點的橡皮筋 好一點的橡皮筋就好啦 沒錯 所以SSD呢 它一樣會有分成等級的 像是SLC 就是單層的儲存 它就很像是頂級的橡皮筋 它可以拉個十幾萬次都不會壞 但是呢 QLC 它就不一樣了喔 你可能隨便拉個幾千次 它就斷了 而這個斷掉呢 就是你的儲存單元壞掉了 就啪的一聲 你的資料就不見了 而且你也再存不了資料了 所以你一樣在買固態硬體的時候 為什麼有些人價錢超級貴 有些人價錢很便宜 然後你就想說 人家是盤啊好像買貴的東西 反正橡皮筋的等級不一樣 這個趴一下就不見的瞬間 就很像是許多理工男在說的 NAND的閃存磨損 所以總結來說呢 SSD它就是負責運算加速 還有快取 是以速度為主的前線任務 那如果你要儲存海量的資料呢 其實你還是要回到 機械式的傳統硬碟 HDD 所以既然SSD它有等級之分 那傳統式的硬碟有沒有呢 其實有的 這就是我最近在做資料的時候 這一個新發現 最近傳統式的硬碟 它又有一個突破性的大爆發 所以以前 我們都看到一顆硬碟的容量 都卡在20TB多一點 那就現在居然 就直接完全不一樣了 也就是一樣的大小 以前最多就是20TB 但是它現在1.5倍變成30TB了 原因呢 就是這個小盒子裡面的技術改變了 而為什麼這個一樣的大小 它可以從20TB變成30TB呢 它完全就是因為技術性的改變 而這個名詞稱之為 Modex 3 Plus 平台 這裡面有一個很核心的技術 叫做HAM 我也不知道你知道這個幹什麼 反正記得這個東西 以後就用到 我在更白話文的去幫你們解釋 這個技術到底是什麼呢 也就是傳統式的硬碟PM 它很像是我們小時候 國小或國中 不是老師會拿粉筆在黑板上面寫嗎 怎麼樣把很多的資料寫在這整面的黑板上面 粉筆我們在寫的時候 寫上去那個是不是粉都會掉 然後會粉筆很粗嘛 然後再來是它的表面的硬度其實很鬆散 越寫越密 越寫越密的時候 粉筆的粉啊 跟那個掉下來的渣渣啊 然後跟它全部都糊在一起 所以你就看不清楚 你就不知道老師到底 這次的段考重點到底是什麼 你可以用這個形式去想像 為什麼傳統式的硬碟 它的容量就是有席線 因為黑板就是這麼大 粉筆就是這麼粗 老師其實字寫得再小 再寫得更小 你的字就看不懂 所以就沒有用了 所以硬碟能夠儲存的容量就只有這些而已 HAM的硬碟呢 就是SIGE他們把這個黑板 變成一個超級硬 像大理石一樣 花鋼眼一樣硬的黑板 好處就是呢 你可以想喔 如果今天我一樣把粉筆寫在這個花鋼眼上 這個很硬的石頭上 或大理石板上面 我只要寫得上去 那它的粉筆是不是就很不容易掉落 而且字能夠寫得非常非常的小 它不會因為以前傳統黑板的摩擦 那些哩哩啦啦這樣子 但是問題就來了 傳統的粉筆寫不上這個花鋼眼的石頭 寫不上這個這麼硬的黑板 那怎麼辦呢 這時候你就需要到HAM 你就需要用雷射光的模仿 大家在傳統工業裡面 雷射激光 就可以被打到非常細非常小 小到只有你看不到 沒有它寫不上去的道理 甚至你要拿放大鏡出來看 但是呢放大鏡只要能夠看得到 你就可以知道上面資料到底寫什麼東西 所以當HAMR的技術 用到這個黑板上面的時候 怎麼辦呢 我們把黑板加熱變軟 當黑板變軟的時候 你很小的東西就能夠刻在上面 而這個加熱完寫上去的字呢 它冷卻之後 它就變得非常的穩定 不會被干擾 甚至你在那邊潑一些泥沙 潑一些糞圖 那你把它擦掉 你一樣可以看得到你的資料寫什麼 百花文天才如我 真是 所以你看喔就是這樣子 大家都可以想像出來的想法 你把它運用到高科技的系統製造裡面 你呢就可以把現在的單疊片 直接變成3TB的容量去寫 而且未來希望能夠達到40TB 50TB 60TB 20000TB 所以之後呢也是因為這樣子 我的公司服務範圍 然後我就幫甚至下午廠商 還有我配合的人 就是買了這個東西 你猜兩顆 你猜多少錢 應該20吧 一顆10萬的話 剛剛講的這麼厲害 我可以看容量喔 30TB 猜這樣子 一顆多少 SSD一T2000多塊 2300 那SSD比較貴嘛 你就要折價算是1000塊好了 那你覺得30TB 3萬 我們剛剛講的這麼厲害 1萬 新技術喔 這個算是我幫客戶精挑器 所選出來的東西 我跟你講 1man 2萬4千多塊 30TB 所以我自己公司拍影片 我直接就自己買了 像我們公司處理影片 都有NAS 或者是企業存資料 或者是你要運算一些AI系統 或者是像工業管理 裡面你需要儲存你公司的數據啊什麼的 就是我們都用NAS 然後NAS裡面 你會怕這個東西資料不見 百年客戶全部消失 你會再多備份一次 所以基本上 我算是做足了功課 然後找到一個新的技術 然後如果你也想要找的話 你可以找這個 Iron Wolf 它就是SIGET SIGET Iron Wolf Pro 然後這個是30TB的 然後你一定想說 紅色跟綠色 這個不是正當的關係 綠色是企業級的 如果你是像工廠系統 或者是很大型的很多機器 在運作的話 那你可以用企業版 但是我個人都比較推薦 大家買紅色的 因為紅色的它會插在是 你知道平民 跟企業最大的差別 在插在哪邊嗎 我們企業大公司 就是後面有救援系統 一般個人沒有人救你 所以他們的紅色 就是我有查過網路資料 你如果買紅色版本的話 你資料不見 三年內就是都會有 線上的專人 去幫你把他救回來 這個算是我做完功課 跟大家的好物分享 救援免費 但企業不一樣喔 你身為一個資方嘛 付錢應該嘛 但是現在個人勞工意識抬頭 所以個人免費 那企業要錢 這個東西現在應該蠻多 三星賣場都買得到的 只要不要買一些阿里布達的貨 那基本上都會有五年的保固 可以拯救你的資料 像我們公司 六年來 資料不知道不見多少次了 每次搬個公司 我納子壞掉 看都不知道有幾次了 沒有人救 還好我朋友夠多 但是 你可能沒有朋友 那最後為什麼要拍這一集呢 其實就是因為 我的工作需求 然後做了非常多的功課 然後我覺得分享這個資訊 你可以幫助很多工廠跟很多公司 它可以減少非常多的金額消耗 所以如果依照現在的技術 你可以用30T的大容量 然後去做的話 第一個你的頻效的運用就會比較少 你的耗能也會比較減少 那你的空間也會利用得更好 所以這集拍起來 有點像是一個 跟大家比較逆風的狀況 因為大家都說現在SSD正流行 哪有人在還是用傳統式硬碟 但是以我自己的評估 跟我覺得現在可能後面的市場需求 講這個股票的趨勢啦 我也是最近才開始觀察HDD這個東西 然後我覺得它應該有可能會變成 是一個未來比較重要的趨勢 希望這支影片有突破你 對於很多工業技術的想像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請記得訂閱跟分享 也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 來支持我們做出更好的影片 那這裡是超人跟少人的頻道 我們下禮拜再見囉 拜託 你看如果像這支拍完 那檔案不見 我都哭得怎麼哭 我告訴你 怕節音樂皮怕再哭到 阿姨哥被上傳的時候沒了 那是誰的問題 都是我的問題 還有能夠誰的問題 怎麼會是大家的問題 一定都是我的問題